犯马永次郎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打出的全力一击 竟对眼前这个百岁老人丝毫不起作用 这是华夏武术擂台大赛的最终之战 地表最强生物犯马永次郎 对战华夏武学宗师郭海皇 随着比赛开始 郭海皇率先向永次郎发起攻击 他一把将手中的轮椅扔向永次郎 却被对方用手指轻松画紧 不仅如此 还当着上万名的观众表演了一段杂技 随后永次郎将轮椅放下 这看似简单的一击 实则暗藏恐怖的杀狂 面对永次郎的妖体 郭海皇毫不客气地坐了上去 可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两人居然绕着场地落起了家常 永次郎很想知道 郭海皇明明到了一样天年的年纪 为何还要将本不多的时间耗费于补修之上 究竟得到了什么 又失去了什么 听此郭海皇微微一笑 华夏武术历史四千年来 没人比他更渴望强大的力量 为了变强他不惜舍弃一切 哪怕是自己的生命 说到郭海皇脱下衣服 露出了那练到极致的身体 曾经郭海皇也拥有一副可怕的身躯 通过特殊的锻炼 让他小巧的骨骼都填满了高密度的肌肉 骨手就可以轻松捏碎石块 甚至可以扳倒千斤重的银河 那时的他认为拳法只不过是个效果 唯有绝对的力量才是王道 直到有一天 他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高手 壮如蛮牛的他竟被一个六十多岁的骨手老虎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从那以后他便扔掉了所有的锻炼器材 同时也诀别了引以为傲的肌肉 至此开始领悟全力学习武道 可长时间的训练 让他的肌肉也变得越来越险 甚至就连吃饭都拿不动挽快 终于在九十岁那年 他也真正的领悟了武术的奥 听此勇刺狼微微一笑 随后他将轮椅慢慢的举向荡空 可下一秒 郭海皇腾空而起 然后稳稳的落地 此刻两人的战斗才算真正的开始 终极的力量对上纠极的技巧 到底谁才是最强 勇刺狼调动全身的力量 猛地打出一拳直击郭海皇的面门 郭海皇被打得横空而起 可勇刺狼并未打算就此停手 紧接着又是一脚 将郭海皇踢得在空中旋转两圈半 然而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 郭海皇进以一个极其诡异的姿势 又再一次地站了起来 而他的下巴就像面条一样甩来甩去 下一秒进毫发无伤地恢复原状 此时场边观战的烈海王 看出了其中的关系 郭海皇使用的正式销利 早在拳头打向郭海皇的瞬间 他就主动将下巴脱就来 躲避着致命的一击 就像漂浮的纸巾一样 即便戴锋利的刀刃也无法将其斩断 眼看一记不成勇刺狼将腿高高抬起 随后犹如战斧一样 对着郭海皇的面门就劈了下去 而郭海皇却像个皮球一样迅速拉开身门 如此可怕的一击 也仅仅是让他留了一丝鼻血 此时场边观战的刃牙已经被惊呆了 可谁知勇刺狼却开始狂笑 却无法影响到柔软的细草 成年人会因为摔倒而捕捉 但刚出生的婴儿却不会 说到底修炼就是克服自身本能的弱点 但永次郎相信 就算是神态也不能做到完全没有弱点 郭海皇来到永次郎的面前 然后轻轻地挥出一拳 可没想到正是这一举动让永次郎抓住了破绽 仅仅是一根细小的发丝 却成了郭海皇致命的弱点 在拔下头发的瞬间 郭海皇的身体出现了极其短暂的角度 永次郎趁机一拳打中郭海皇的面 倒在地上的郭海皇不仅感叹 永次郎可乃是武术界的天才 可起身后的他却对永次郎说道 只见郭海皇缓步向永次郎走去 他来到永次郎的面前 然后挥起他那轻飘飘的拳头 难以置信 作为地表最强生物的永次郎 竟被一个百岁老人逼得不断后头 直到退到墙边无路可逃 现场的观众全都一脸懵逼 不知道这个日本人究竟在怕什么 然而只有永次郎知道 这个看起来弱不惊风的老公 实则是个极其可怕的怪物 眼看郭海皇的拳头即将命中 永次郎被吓得落荒而逃 好在及时躲开 要不然这一击可能直接要了永次郎的血 而这也是肖利的一种技巧 只要把身体完全放松 将防守的肖利转化为攻击的肖利 就类似于通背拳的原理 面对郭海皇再次挥动的拳头 这次永次郎却没有选择逃跑 而是用身体硬扛下了这可怕的一击 强大的力量将永次郎直接打飞了出去 紧接着郭海皇又是一走 将永次郎揣得节节败走 倒飞数十米后才勉强停下来 如此可怕的实力 让永次郎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只能被动挨打 然而令郭海皇没想到的是 被暴躁的永次郎突然开始了狂笑 他嘲讽郭海皇真是老胡同 竟然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没发现 听到这话的郭海皇 直接一轮子砸在永次郎的头上 然而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 永次郎竟然使出了萧丽 再次面对郭海皇发起的攻击 永次郎全都利用萧丽轻松挡下 不愧是武学器材 仅仅是看了一遍 就学会了郭海皇花费百年时间才掌握的萧丽 然而接下来永次郎却表示他不会再使用萧丽 刚刚展示的也只不过是逗老爷子开心而已 他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赢下比赛 只见他绷紧手臂上的肌肉 然后猛的向地面砸去